大家好,我是五仔 这一节是娱乐习感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我们的广播 有些人会说,一定要说说严明熙入马场的表现如何 我会说说 另外,我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很震撼 就是说王宅峰 他本身也很高龄,他太太高龄产虎 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女儿 哇,吓死人了,现在说想生第二胎追第二胎 哇,行不行啊? 稍后慢慢讲这个 先讲了严明熙的那件事 欢迎各位,芝麻粉全面进场 好,进来研究一下 严明熙入马场,唱了新歌快歌 觉得表现如何,一定要说 挺好的,第一次听歌的时候觉得一般的 听Live OK的,我看完整首 我觉得是什么呢? 没什么舞步 后面那些猛跳,猛跳他在那里 小小舞步 那种,但他不是跳唱歌手 其实做艺人真的需要很多时间扔下去 你看他平时又要上学 上学去拿奖之前 没那么多时间排舞 那些是兼职 学生兼着做明星 但是表现很好 唱歌方面是不错的 还有周吉佩、李佳、罗启豪入马场 之前是MIRROR那些人进去 现在是严明熙进去 说什么呢?说他买马 说有落柱 但是他输了 他自己也说不想中奖 希望幸运在有需要时才出现 其实幸运的东西已经出现在他身上了 虽然他也有实力 但是他认识到那个老师 一出生可能有这样的音乐天分 这个已经是幸运了 那严明熙接下来跟三个女孩 去了 原来不是... 刚刚去了台湾十天 去了台北高雄、台中宜蘭 说十天去四个地方 这么赶急 那三个女孩 说每人出五千元 都用不完 挺省的 因为台湾的东西真的很便宜 对不对 他说在台北也有人认得他 那很厉害 红到台北 可能香港很多游客过去都还没受到 说那个什么湾区声明月 那些人说五仔你骗心 两个都笑场你只说 说曾比特不专业 我是这么说的 我已经忘记了了 我也病得温温 笑场因为不专业 笑场是因为不专业 有什么问题 那便不专业 对了 接着说那为什么不说 严明熙不专业 不知道为什么 真是 哈哈哈哈 不说是可以的吗 两个都不专业 那 不知道为什么 真比特比特大过严明熙 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男生做事认真一点 好一点 女生你不觉得 这么说 如果两个都出丑 女生以笑遮丑 和男生以笑遮丑 你觉得男生是否辱酸一点 感觉上 有些人说 不是啊 我觉得女生辱酸一点 所以都是我觉得的 那一刻 可能有点偏见 我觉得是 是的 我经常都挺维护 严明熙的 但是 真的有人提出 说你这些偏心啊 哎呀 做娱乐 当然有些偏心的 你喜欢艺人多一点 不喜欢艺人多一点 真比特 没有说喜欢不喜欢的 真比特有时候在 APP上唱歌 我也有时候跟他合唱一下 是的 Z 不是不是不是 J O O X 有合唱的 他走出来 OK啦 那就加油啦 严明熙上次人家说他维护嘴 他说 我经验而已 大会安排的 这么巧 他说其实也生了两粒非枝很痛 生了非枝啊 缺乏了维他命 是的 你吃得多吃得饱 不代表你营养足够 可以吃饱了营养不良 现在这个社会很讨厌 是的 其实 没有的 吃一下维他命B就没事了 其实我看了报纸说他们 说阿强也是说他们 说下注下注的那些 歌唱来唱去 中年好声音的那些 都是这么稳定的 没什么问题 好了 这个说完 说一下那个 哇 王宅峰 真是拿你命 56岁的王宅峰 和同龄的太太 再想生孩子 今年有机会追个儿子 唉真的 用不用啊 那个女儿真的挺真似的 真是真似的 真是真似的 很可爱 那他上了J2的节目 他自己爆发的 是的 4年前52年都生孩子 我们都说他是 找命搏的 当然有些网友说得很难听的 这些说话 那么 现在直言说要追第二胎 第二胎 就是高龄产子 有什么问题呢 我上网找了一些资料 专家说到很多好处 但是我觉得专家 你们有立场的说话 其实你想说他好 那就数一些好的点 我看到好的点 也有一些不好的点 拿出去研究一下 这么大年纪 56岁生个儿子 第二个儿子 第一次都收拾了新彩 游礼 当然有些网友说 五仔像你这样说 什么都不生 地球灭亡 地球不会灭亡的 人类灭亡是地球之福 你记住这件事 如果世界上没有人 那地球就会重新来过 那地球的空气就会很好 分分钟北极 那些兵都结回兵了 那些北极熊都不用绝肿了 是啊 那不用家禽 被人管治了 被人吃 那些马不用跑到死了 什么什么 文明之光 那只马叫文明之光 所以说人其实做了很多 因此地球在地球上 不能做人都是福 那么多贪真痴 那么多烦恼情执 不是开玩笑的 又说那个穷那个有钱 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对我来说 这个地球没有人最好 但是没有可能的 只会越来越多人 其实都是看环境而已 不敢说的 如果地球灭亡的话 你也知道地球有多禁忧的 我都不忍心那些后代 在地球越来越坏了 再让他们出生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那专家说一下 先说高龄产子 我不是说这个生育论 我就多事发表了 他说高龄产子风险不少 但是对孩子有好处 那些专家看看他怎么说 他说 那些小孩更聪明 为什么 他是年纪大的父母 心智成熟 形成自己价值观的世界 他说这些胎教很重要 这个有些认同 他说如果年纪大的父母 他说教孩子出来会理性一些 聪慧一些 有些认同 我小时候我老母 生过的时候 只是二头而已 我十岁八岁的时候 他真的 可能未到三十 还小过我现在十几年 他那时候是忽的 我想告诉你 我老母有听过 一定是笑的 说我是忽的 不是他真的是忽的 没有办法 他那时候也是很小 我大过了的时候 我跟他说我原谅你 因为你也是第一次做老母 我是第一次做人 那就两面了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对 我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但是没办法 那个人 他无端端是一个小孩 变成了做老母 然后见到那个东西 你根本没有EQ去对他 他那时候还没有爱心 是的 我受着一个挺痛苦的童年 是不是 也挺 没有什么爱 我觉得是 这个专家说得挺对的 不过两太 一说年纪大那些 是否心智会成熟 我真的不是两太的 你说有些 团圆天雅伯 临老入花叢 弄了一件出来 然后老婆走掉了 不方不心智成熟 是不是 然后那个喝到烂醉 又跑去赌马 这些 所以这些专家说的东西 都想到一些反面的方向 好 另外呢 年纪大生儿子 他说经济来源会稳定一些 他说高龄产妇一般 是35岁以上的 哇 现在说56 差了21年 应该这么说 王宅峰那个叫超高龄产妇 哇 他说35岁以上的人 通常那个家里的收入会比较稳定一些 对了 那么 稳定吗 看看谁 又是刚才所说的 团圆天雅伯 那些 很难说的 这些真是 难道年纪年轻一定穷吗 是不是 有些二十几岁出来 过千万身家 有时看骗案 这么年轻有这么多钱被人骗的 对啊 不是说笑的 财来自有方 所以这个 两看了 另外说 人生月曆丰富 他说 这个又是真的 他说年纪比较大的 那些 懂得走去 看看 就是宝宝可以吃什么 自己也有足够的营养 后生女儿有些 有些糊叻糊塗 这样搞大肚子 吃烟喝酒去驼 吃西瓜驼仔都有 对啊 所以这些也有机会 不过可能有些人 有时觉得未必是时间 有些人是早点熟 有些人是迟迟也不熟 四十几岁打麻浅 吃烟喝啤酒 吃西瓜驼仔都有 王集风那个就不会有这种 另外 这个奇怪的 他说患病风险会减低 高龄产妇生小孩之后 会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孩子照顾中 对孩子悉心照顾 有效保持更好的认知能力 哦 是他 原来是他妈妈 降低患上老人痴呆症的风险 这样的 即是他有好处的 这些所谓的专家说话这么表面 如果那些小孩吵架 哭得不停 晚上还没得睡觉 你说怎么办呢 真的有的 是的 我就想 一个小孩起码三至四岁 刚上幼稚园还要赖尸赖尿的 你想想他从小孩开始到四五岁 你还要照顾他这样的事 不懂得吃饭 又怕他吞掉 吃粒糖 真的有很多心机 你现在臭大小孩不是跟你开玩笑 还说没有老人痴呆 那个情绪紧张得也不知怎样 他说可能会更长寿 35岁以上仍然能生孩子 证明这个孕婦生殖功能好 身体机能衰老就大程度的减缓 他说因此高龄产妇会更长寿 我不清楚了 专家说是的 但是我又不见得说 譬如有些以前的十五六岁 不是 是的 以前的那些女人 就生的 也有九十几一百岁 其实我觉得这些不关事 他说是的 很多风险的 看你愿不愿意承担 我看到除了黄泽峰之外 有很多艺人 都是高龄产子的 有什么人我都不太清楚 阿B 阿B是中震徒的 是的 算是大很多 但是他感觉上不是 因为阿B的样子年轻 阿B哥哥也差一几 他说第一个小朋友出生 原来他 中震徒第一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已经是中震徒51岁 真的看不出 是的 接着他那些女儿 他接近六十岁才生的女儿 有没有呢 差不多五十多六十 真的很夸张 阿B是很年轻的 所以 黎明也算是高龄产子的 51岁才做新手爸爸 黎明跟钟震徒一样 是的 陈小春也是 陈小春也算是高龄产子的 但是他们可能明星的样子 保持得比较鲜 又不觉得很过分 正常来说是真的比较老了 感觉上是比较老了 看看还有谁呢 杜德卫 杜德卫也是 六十岁 保持得好 但是他的儿子原来才只有六岁 即是他五十四岁生小孩 杜德卫也是很合理的 真的 像个小孩那样的状态 还有 刘德卫 刘德卫是高龄产女儿 没有办法 他们以前做偶像的 哪有得出来生小孩呢 你看过姜濤 去拍拖都说被人吵冤 又说假 又说真拍拖 那就是拍拖 关你差事吗 是不是 不行的 做偶像 刘德卫那时候 结婚迟 生女迟 还有一个叫李子虹 我看过他推着个宝宝车在尖东 李子虹真人挺有型的 他也是六十多岁的 他也是很高龄 五十八岁才做爸爸 但是刚才说的那些 全部都是男人老 那些女人不是很老的 一般是小小高龄 小小高龄产妇 有些就 李子虹的儿子很英俊 混血的 女方也是高龄产子 五十六岁才做爸爸 其实爸爸真的没什么所谓 李子虹 他说原来有一个师生女 刚才说师生子女 还没提到 他说与婚爱情对象 产下师生女 向妻子坦诚也提出离婚 六十五岁李子虹 2016年做爸爸 真是夸张 陈家上也是 陈家上也是做高龄爸爸 他说 父女恋了一个女人 然后也很大年纪 再做父亲 但是 其实男人多少岁没什么所谓 他说你负责播种 还有负责科税 有些人说他18岁的时候 你都80岁 郑家穎那些 郑家穎也算是高龄产 如果是父亲的话 没什么所谓 你负责给钱就行了 你国识完了 那一刻就是 他继承了你的东西 你最重要是有钱的 我总是觉得这些 我觉得 女人会 伤身一些 但是如果他有这些信心 第一胎也没事了 你知道这些网友是很贱的 又鬼不忘你什么什么什么 我也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得罪你 诅咒人是这样用的吗 诅咒人起码是别人得罪了你 然后 你诅咒他也算是正常的 别人没有得罪你 他在做的事 然后你又说 鬼不忘你生我什么 生我什么 其实这些是做什么事 我也不明白 那些人是坏了的 坏了的人来的 不关你事 都诅咒人一番的 心在地獄里也有的 是的 平时也不是太过 不是太过幸运的人 平时也是被人欺负的 没办法 你说出去欺负人的 也不奇怪 但是都是一些失败的人 我们不要管那些口臭的网友 好吧 其实他如果可以的 那就祝福他 有些人说 那危险是什么 我不是这么说的 年轻人都可以有危险的 生小朋友 你问我 我当然不生了 我也是建议人类 灭亡 灭亡两个字好像很痛苦的 不是的 如果人类真的灭亡 那是一个地球之腹 是的 动物都应该会 就是动物园那些动物 不用再在囚禁 没有了街市 那些鸡被人劏 那些猪又等死 那些 上帝叫你们那些人 如何管理好那些动物 但是搞搞下 那些就好像残杀 是的 有时候看到那些人 放满月酒 或者结婚大排盐植汤 一只吃不完 一只斩了一只圆 一只放在那里 一只包走 台台也是这样 台台的那只鸡也没有动过 这些人类就是濫散无辜的 是的 我不恨人的 不过没有 没有 是好的 是的 这个世界 当然这只是一个幻想 那本来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家继续在这里坐肉身监 是的 你知道我说佛计 有时候 你会更加明白我的思想 那 那 没什么的 以前有个前辈跟我说 他说 哦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不生孩子 他还说得很厉害 他有个说法 他说 好像有一只 有些虫 有些非虫 他说 那些叫什么 柯游 什么柯游 什么柯游 他说 早上出生 晚上就死了 他说 经历过什么都没有留下 那个前辈跟我说 如果你没有下一代 就会这样 哦 其实我想告诉他 那时候 不然我反对他 而且他觉得自己很有料到 我想说 通常有些人这样想 他说 生不了儿子 在地球上 根本我都没有存在过 那些人没有什么材料 才这样想 耶稣也没有子女 耶稣说到现在 对不对 这关什么事 有其他成就 有人会记得你的 你说 但我血脈 血不血脈 也不是你的 好像我那样 你想回你自己 就是说 我要维持一点血脈 你想回你自己 你可能到祂那里 你和祂有关事 真是祖宗十八代 你不认识他 他突然间彈出来 你都完全和他没有关系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 你经常用上一代去想 我要有下一代 当你想到很多代的时候 再想回 就像你现在这样 你想回你祖宗十八代 当然 在那个层面 就是人论的层面 就是祖宗十八代 就是祖宗十八代 但是说就这么说 但是你的生命 关不关他的事 你说 在生命当中关他的事 但是其实在个体当中 也不是很关他的事 是关他的事 和不关他的事之间 是的 那我那个角度 其实就不在这里 我的角度就是 在多一个人 在多一个人破坏地球 我一直都说 譬如我去日本我很舒服 因为他们做环保做得很好 但是我在泰国 我看到他们做 完全没有环保的 我们只是两个人 因为我们是喝脂装水 我们不喝水游水 只是两个人可以制造多少塑胶废料 一个星期 那时候在日本住 一个星期 那些水瓶 大到要一个很大的垃圾膠袋 好像圣诞老人那样抬出去分类 你看香港如果是这样 香港那里就全部拿去烧 那些毒气就 破坏了大气层 臭氧层 然后什么紫外线 皮肤癌 北极那些冰就融 那些北极熊 没有地方住 冰村就融 一融 然后水位上涨 又洪水又沿沫 哎 总之 真的是贡业而已 所以我觉得 无债一身轻 今天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讲其他新闻 拜拜